第一届2020花蓮城市空间艺术节 将活动规划成日与夜 19、20号两天 以花蓮市自由街停车场为舞台 夜晚封街揭开序幕 20号则是将活动扩及到 花蓮铁道文化园区和松原别馆等地方 以街头艺术、装置艺术、互动视剧场、论坛等内容 期盼能够拉近民众和花蓮的在地性 创造民众对花蓮市区的想象 花蓮县文化局为打造花蓮成为全台指标节庆城市 委托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 19、20日执行首办第一届2020花蓮城市空间艺术节 以花蓮市自由街为基地 寄出工作坊、空间艺术论坛及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活动 19日的白昼之夜将自由街停车场封路 透过多组街头艺人演出 以及大型户外装置艺术 让民众感受不一样的市区街道 我们想要透过这个艺术节 去拉近这个土地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选择在花蓮高位这个封街的路段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节 其实也是想要去帮助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啊 不管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我们就用这个艺术节去做一个串联 然后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外跟国内的街头表演者 来到花蓮演出 也想要带给花蓮一个新的火力 让花蓮成为一个节庆城市 这个我们分三大区块 第一个就有封街的演出有街头表演 然后另外还有城市空间计划 这城市空间计划是很多花蓮在地的团队 他们对于花蓮的环境的一些探讨或是一些反省 他们透过这个作品去提出一个问题 让民众去思考 那另外我们有一些艺术的装置 在我们的封街路段 让民众可以看到这些装置 在城市空间里面 可以造就这个环境一个新的回忆 另外在白天 包含花蓮车站 铁道文化园区 松原别馆 检察长宿舍和文创园区 也都安排艺术节惊喜 给花蓮市区路过的民众 对多数市民游客是惊喜的体验 部分民众则反映活动时间太短 交通规划不周 让活动主旨无法充分发挥 当然有很多要突破的地方 当然因为这是第一届 可是我觉得最感谢的是 花蓮市民的参与度非常非常高 包括他们可能过去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在户外看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演书 然后他们就一直问我说 什么时候你们还要再来 或是真的好喜欢 明天就没有了 好可惜 所以也许未来我们可以把整个艺术节的时间 再拉得更长 让更多民众可以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让这些艺术深耕在他们心中 而这次花蓮县府也与永丰银行 台湾街头艺术文化发展协会 签署行动支付打赏和作备忘录 以艺术节作为首次导路开端 共同推广街头艺人行动支付打赏 记得蒋邦彦华联市报道